胡志明市的战争遗迹博物馆 记录了以前美国对越南侵略的事实 看完心情真的很沉重 今天带大家来胡志明市的战争遗迹博物馆 这里门票是四万越南盾 在胡志明的商俊五文琴街 外边摆放着当年美军所用的一些装备 坦克、直升机、战机、攻击机、炸弹等 对武器我是不懂也没多大兴趣 所以就大概少看了一下 这里是博物馆的平面图 建议参观路线是按顺序从一到十三号掌厅参观 也就是从二楼上边往下走 这个博物馆是越南政府1975年开市的 以前叫美国战争罪恶馆 到了1995年每月恢复邦交 才改名为战争遗迹博物馆 里面主要是展示一些历史的图像照片 富士越南文跟英文的描述 记录了越南人民遭受战争带来的伤害 就里面每个人都看得非常的沉重 真的就希望世界和平远离战争 感谢观看 你看像这些都是断守断久的 感谢观看 这个五号馆是和平白鸽 这个五号馆是和平白鸽 上边画着和平白鸽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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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叫虎荣 是以前南越政府监禁政治化的地方 双脚被锁在床尾洞扛不了 一样也是地下的牢笼 这种真的比普通的监狱更恐怖 这个上面有铁丝的囚笼 移动就会被砸到 里面还有个断头台 就参观完这个博物馆就会觉得心情很沉重 希望世界和平永无战争 OK,那请到这里哦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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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